欢迎大家收看中国传统产业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发射金龙三号火箭 为更多商业任务铺平道路 住房过剩导致中国有超过1.5亿人的多余住房 中国超过一半的地方政府削减了2024年的增长目标 高峰困扰 香港豪华房地产业主转向昂贵的私人贷款 中国对墨西哥的投资增加了 但是逃避美国关税是全部的故事吗 请大家收看 中国发射金龙三号火箭 为更多商业任务铺平道路 日经亚洲 中国成功发射了9颗卫星进入轨道 使用的是中国火箭公司开发的 杰龙三号小型弹功能强大的火箭 这次发射是中国扩大商业航天领域 建设通信、摇杆和导航卫星星座的努力的一部分 吉隆三号能够将1500公斤的有效载荷 送入500公里的太阳同步轨道 并且每公斤成本地域1万美元 可以发射超过20颗卫星 中国的商业发射领域还包括吉利控股集团 银河能源、蓝箭航天和奥利恩航天等公司 他们各自开发具有不同能力和有效载荷大小的火箭 住房过剩导致中国有超过1.5亿人的多余住房 日经亚洲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受到泡沫破裂的冲击 预计需要超过5年的时间来消化过剩库存 该行业销售疲软和库存积压导致价格竞争激烈 同时中国廉价建材的出口激增 中国的房地产过剩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 如钢筋合同 这些商品价格通常与房地产投资同步波动 墨西哥已提高对钢铁及相关产品的关税 以保护其产业免受中国进口可能带来的冲击 中国超过一半的地方政府削减了2024年的增长目标 日经亚洲 根据中国媒体机构财新的分析 中国超过半数的省级政府在2024年设定的GDP增长目标较去年有所下调 这些目标在4.5%至8%之间是地方政府在年度立法会议期间公布的 这些较为保守的预测反映了许多地区未能实现2023年增长目标后的谨慎态度 中国疫后复苏不平衡 面临着长期的房地产低迷 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和国内需求疲软等不利因素 高峰困扰 香港豪华房地产业主转向昂贵的私人贷款 南华早报 在利率上升和本地经济缓慢复苏的情况下 香港的困境开发商和富裕家庭正转向私人信贷市场寻求贷款 私人信贷借款人提供的贷款价值比商业银行更高 这使得他们成为借款人的有吸引力的资金来源 尽管利息成本更高 根据数据提供商Pretim的数据 包括香港和中国大陆在内的亚太地区的私人信贷资产类别 立即到2027年将超过1000亿美元 由于公共资本市场停滞不前 银行对贷款持谨慎态度 私人信贷市场在过去10年中扩大了3.5倍 中国对墨西哥的投资增加了 但是逃避美国关税是全部的故事吗 南华早报 中国制造商一直在增加对墨西哥的投资 已规避美国的关税 但分析师警告称墨西哥也存在自身的风险 2018年 中国向墨西哥出口的汽车零部件价值增长了35% 2021年增长了48% 中国对墨西哥的汽车零部件出口量也增加了 2023年比2017年增长了2.6倍 中国对墨西哥的电池出口特别适用于电动汽车的锂电池也出现了显著增长 然而墨西哥的投资环境存在一些问题 包括法治问题和未经培训的劳动力导致成本比中国更高 此外 中国企业还将不得不应对墨西哥的劳工团体和潜在的安全风险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 中国企业仍被墨西哥市场吸引 因为墨西哥的中产阶级正在崛起 并且在北美市场享有优惠关税地位 美墨加协定规定 汽车公司必须将其75%的零部件在墨西哥、美国或加拿大制造 才能享受完全的关税豁免 该协定在过去10年鼓励了中国企业对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投资 然而 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可能影响墨西哥 因为墨西哥是美国的长期盟友 美国和墨西哥于2023年12月签署了一份意向备忘录 承诺保持开放的投资环境 但也强调有必要审查涉及某些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和敏感数据的第三国运营 日本的村田制作所和监视面临中国经济放缓带来的利润下降 日经亚洲 中国经济放缓正在影响日本企业的收益 大多数与中国有密切关联的公司报告利润下降 在与中国有强烈联系的21家日本公司中 有18家公司在截至去年12月的9个月内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这是因为中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在今年1月连续第4个月低于50的繁荣或衰退线 中国面临迅速房地产下滑风险 股市创下5年新低 英国每日电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警告称 中国经济在房地产市场迅速下滑后 极易受到冲击 IMF预测 与2022年相比 中国的房地产投资将下降30%至60% 导致经济增长显著下降 该国对房地产市场冲击的敏感性 加上生产力低下和人口老龄化 使经济面临风险 中国股市已经因这些经济挑战而遭受损失 IMF呼吁采取进一步的支持措施来应对这种情况 北京的沉默震耳欲聋 荣顶资学 中国的经济决策过程似乎已经支离破碎 或者至少受到了损害 最近对恒大的清算以及支持股市的措施的不确定性 只是增加了越来越多的紧迫经济问题 北京要么一世不爽 要么拒绝宣布他们实际采取的任何行动 三中全会没有举行 甚至没有宣布 这是与以往做法相比的又一个有意义的变化 对于中国或任何在国内外日益严重的信任危机中挣扎的政府来说 这都是不正常的 最近发生的两起事件 为中国当前的经济政策制定提供了深刻的见解 本周 香港一家法院决定迫使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恒大进行清算 结束了债权人索赔法律结果的一些不确定性 但给北京管理中国房地产行业影响的意图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内地法院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承认香港法院关于清算恒大在岸资产的指示 包括已售出房屋的未完工建设项目 完成这些未完工的房屋应该是北京与房地产行业有关的首要任务 据推测 如果负责的公司实体完好无损 那么完成建设会更容易 而不是开始将这些项目分配给已经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或其他国有开发商来完成的艰苦工作 但目前尚不清楚北京想做什么 也不清楚中国领导层中谁在协调这一政策应对措施 恒大不太可能是唯一一个在债务违约后最终面临清算的主要开发商之一 除非北京有更具体的重组计划 其次 上周与股市稳定基金有关的事件揭示了北京与金融市场进行可信沟通的能力的局限性 彭博社 Bloomberg周二报道了2万亿元人民币稳定基金的一些细节 涉及国有企业持有的境外资产的汇回 以便将更多资金引入境内股票 在最初的市场兴奋和对彭博社报告的进一步猜测中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这一说法 但发表了一份声明 重申了政策制定者对金融市场稳定的关注 包括承诺增加中长期资金流入市场 然后在周四 有关该计划被拒绝的传言 导致股市迅速调整 中国证监会在周四和周五的工作会议后 发表了另一份声明 承诺为股市提供更多支持 但没有承诺稳定基金 投资者已经对稳定基金持怀疑态度 担心这是政策支持承诺落空的又一个案例 证监会的沉默加剧了这种怀疑 如果彭博社的报道是准确的 为什么北京不宣布并提振信心 当市场寻求明确的信息时 北京保持了震耳欲聋的沉默 最后 股市现在开始更多地关注政策支持的前景 而不是经济基本面的改善 因此持续下跌 大多数在案指数今天下跌了2%左右 即使这样的稳定基金最终获得批准 这也只会重复 北京在2015年股市救助计划中 最严重的失误之一 当时政府实体同样花费了数千亿美元 来阻止市场下跌 但没有成功 这也将使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偏离 为银行体系提供替代资本来源 或改善资本在更广泛经济中的配置的长期目标 除了过去两周发生的事件外 中国领导层尚未宣布 关于党在未来五年或更长时间 为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目标的三次中全会的日期 通常 这次会议会在党单会召开后的一年10月或11月举行 但现在妈妈不知道她是否会举行 至少这是一个错失的机会 因为她将为中国领导层提供一个场所 以抵消围绕中国经济的悲观情绪 以及为拖延已久的经济改革支付首付的承诺 但现在 沉默就是故事 经济增长已经正式达到目标水平 但几乎没有人关注北京偏爱的头条新闻 这是不正常的 这也与北京自己过去的做法相去甚远 即使是2015年对股票和货币市场的随意干预 也是正式宣布的政策 无论好坏 1990年代后期 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朱镕基总理领导的中国政府 提出了几项具体的政策行动 以对中国的银行进行资本重组 并为其金融体系 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做好准备 但现在 当中国面临其最严重的市场信心危机时 只有官方的沉默 以及未从未完成的倡议 提出多管其下的乏味建议 取而代之的是 经济政策制定开始类似于清零时期 充斥着否认 不切实际的信息传递 最后是疯狂的争先恐后的适应现实 你好黑啊 我的老朋友 市场正在等待 北京具体技术官僚计划的经济问题 清单很长 而且还在不断增长 除了维米不振的股市外 以下问题也要求北京 做出某种形式的政策澄清 为完工的物业建设 恒大的清算自然引发了一个问题 即北京是否有兴趣提出一个 更具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以释放新的资金来源来完成为完工的房产 毕竟如果北京不被视为支持替代重组计划 那么一次清算 可能会是主要开发商中的其他开发商更有可能 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从恒大购买房屋的人会看到他们的房产盲工 如果开发商本身不再是运作的公司实体 这可能将更加困难 北京是否会指示中国法院 扭行香港法院的清算令 是目前的关键问题 但还有一个更广泛的问题 即北京实际上计划如何实现其最重要的政治目标 即确保全国各地的不完整房屋真正盲工 地方政府债务 包括北京在内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有目共睹 中央财政工作会议 本应讨论重组现有债务存量可能高达GDP的100% 同时也为未来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提出新的融资机制 但是在会议本身被推迟了一年多之后 然后又推迟到2023年10月下旬 完全没有公开宣布债务重组的具体措施 媒体报道称 35号文将12个省份变为高风险省份 其他报道也讨论了中国人民银行对违约LGFV债券的流动性支持 但这些都没有正式宣布 如果对陷入困境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有在融资计划 其规模和范围尚不清楚 财政能力 同样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根源在于 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收入分享制度 相对于经济规模 税收收入继续下降 因为大多数税收来自中国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 而不是消费拉动型增长或服务活动 但是目前还没有宣布任何计划来解决或改善这些不平衡 有利于地方政府 也没有公布新的税收来增加收入 近十年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承诺税制改革 这是潜在变化的唯一暗示 家庭消费 在新冠疫情限制结束后 中国的消费者支出出现了非常温和的复苏 因为北京没有对家庭收入提供具体的政策支持 而就业前景 在整个大流行期间都疲软了 根据李强总理今年在达沃斯的讲话 缺乏政策支持是一个值得骄傲的点 因为中国仍然被认为在没有积极刺激的情况下 实现了增长目标 没有公布新的措施 将中国经济转向消费拉动型增长 而是有含糊不清的报道称 习近平将转移支付视为福利主义 并继续延长旧的农村补贴计划 中国姗姗来迟地向消费拉动型增长的转型 何时才能最终实现 这个问题仍然没有答案 即使投资拉动型增长的局限性已经显现出来 资产管理公司和管理坏账 本周早些时候新华社发布了一篇报道 声称中国三家资产管理公司 处置坏账的所有权将转让给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后者仍然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控股公司 从本质上讲 这意味着资产管理公司不再与他们 本应以市场价格购买贷款的实体分开 这意味着这些实体将来将是国家主导的资产转移 然后报道从新华社删除 突如其来的变化 变成了故事 如果有一个计划 最终管理中国金融体系中不断增长的不良资产池 似乎没有人清楚它是什么 资本外流和汇率管理 由于美国利率可能在数年内保持在高于中国利率的水平 中国将面临金融体系的长期资本外流 因为中国家庭和企业将把储蓄分散到外国资产中 这将对中国的汇率造成贬值压力 并最终耗尽中国人民银行的干预能力 尽管这可能是未来很多年 资本管制可能会减缓或控制这种流动 但最终不会扭转这些趋势 投资者需要短期和长期的理由来购买人民币计价资产 并对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的监管和运作充满信心 但是除了通过抛售美元和只是国有银行 也这样做来防止资本快速外流之外 中国人民银行不再捍卫其汇率管理的长期愿景 这与2005年7月汇率改革后 最终走向市场灵活性的既定目标不同 人们不说话 不作为的潜在解释 中国领导人经常发表公开言论 试图提振对整体经济的信心 恒大在中国城市中完成废弃住房的道路不平坦 加拿大环球邮报 1月10日破产的中国恒大集团 在中国留下了一系列未完成的建筑项目 数千万套住房未竣工且未付款 据估计 该公司已经从购房者那里 预先收到了相当于约60万套住房的付款 总额约为3000亿美元 尽管香港法院发布了清算令 恒大表示将完成正在进行中的项目 中国表示完成未竣工的住房是一项政策优先事项 中国股市再次崩盘 经历了多年来最糟糕的一周 CNN 中国股市上周出现了显著下跌 上证宗指下跌6.2% 深圳城指下跌8.1% 尽管北京最近试图恢复对经济的信心 但股市仍然出现了下跌 房地产市场的大幅下滑 青年失业率高 通缩和出生率下降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之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 中国的GDP增长率将在2024年放缓至4.6% 是几十年来最疲弱的表现之一 相比之下 印度经济预计在2024年和2025年将增长6.5% 超过其他主要经济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 中国经济增长将放缓 日经亚洲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份报告 预计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未来几年将放缓 到2028年可能降至3.4% IMF预测 由于房地产市场低迷和对出口需求疲软 中国的实际GDP增长率将从2023年的预计5.4% 下降至2024年的4.6% 中期来看 中国将面临生产率低下和人口老龄化等挑战 报告还强调了持续存在的房地产危机 地方政府债务高企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风险 然而 IMF指出 北京方面果断的政策行动可能会提振投资者信心 刺激私人投资的复苏 中国驻IMF代表执行董事 对中国经济增长持更为积极的观点 与IMF的工作人员观点相比 菲律宾通过购买潜艇打破壳子 日经亚洲 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 马克思二世已批准该国首次购买潜艇 分析人士表示 这表明菲律宾正在从内部安全转向领土防御 总部位于马尼拉的国际发展与安全合作智库创始人 切斯特卡巴尔扎表示 菲律宾终于打破了自身的局限 成为该地区值得关注的海洋强国 并可能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建立更强大的联盟 和多种形式的防御合作 以加强集体威慑力量 失踪的银行家包凡 辞去中国复兴投资集团的所有职务 日经亚洲 中国银行家包凡因健康原因和更多时间投入家庭事务 而辞去了在华兴集团的CEO和董事长职务 包凡在2017年2月消失 后来被中国当局拘留调查 对于调查的官方解释尚未给出 自2017年4月以来 华兴集团的股票在香港停止交易 恒大旗下的风涛资产连续第三周 未能在拍卖中售出 南华早报 中国恒大集团旗下的内地子公司风涛 上海物业公司的资产拍卖 已经第三次失败 这些资产被列为其他应收账款 总额达115亿元人民币和18亿美元 尽管最低保留价为74亿元人民币 但没有收到任何竞标 恒大集团旗子公司的总负债 认为3000亿元人民币 并涉及超过2000起 金额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的诉讼案件 风涛在今年1月 曾试图出售其资产 但未成功 债券交易员从恒大的崩盘中 得到一个扭曲的教训 彭博社 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 全球投资者正远离中国的房地产公司 转而购买其他亚洲发行人的债券 根据高盛的数据 与印度和印尼同行相比 中国房地产业以外的公司 面临着更高的平均收益率差距 然而 彭博社的观点 警告投资者不应该认为 只因为中国公司遭受了困境 其他公司就一定表现良好 中国土地收入下降13% 对地方政府造成打击 日经亚洲 由于中国房地产衰退 2023年土地使用权销售收入下降了13.2% 为201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这是自2012年以来连续两年销售下降 地方政府将土地使用权出售给房地产开发商 但由于公寓项目放缓 土地使用权交易也减少了 然而 中国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去年增长了6.4% 税收增长了8.7% 增值税收入在2022年实施退税 以支持企业现金流后增长了40% 中国房地产销售持续下滑 北京未能提振疲软的市场情绪 南华早报 尽管中国监管机构最近采取了措施来刺激房地产需求 但中国开发商仍在面临销售疲软的困境 根据CGSCINB证券的一份报告 24家中国主要开发商的住宅销售额 在1月同比下降了45% 环比下降了41% 尽管基数较低 这下降表明 购房者对房价将继续下跌的预期导致了购房者的弱势情绪 这与中国经济复苏缓难的背景相吻合 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下滑可能正在放缓 但尚未出现复苏 数据 加拿大环球邮报 根据中国房地产研究机构中国指数研究院的调查 中国一月份新房价格已近两年半以来最快的月度速度上涨 100个城市的平均价格连续第五个月上涨 环比增长0.15% 是自2021年8月以来的最快增幅 此外 政府从土地销售中获得的收入在去年12月首次增长了两年 这些数据表明 政府支持房地产行业的政策可能产生了效果 并有助于减缓市场的下滑 双边紧张关系是美国企业在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 日经亚洲 根据中国美国商会的一项调查 美国企业对中美两国之间紧张的外交关系仍然感到担忧 调查发现 中美紧张关系连续第四年成为最大的关切 其次是不明确的监管环境 数据安全已成为一个日益紧迫的问题 尤其是对于科技和服务公司而言 对中国经济增长缓慢的担忧略有减少 有38%的受访者对经济复苏感到乐观 许多企业还对中美经济关系表示不确定 近一半的企业没有增加投资的计划 或计划减少今年的投资 台湾立法机构选出亲中国的民粹主义演讲者 日经亚洲 前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当选为台湾立法机构的议长 韩国瑜获得了最大反对党国民党KNT 最近选举产生的54名成员的支持 接替了执政的民进党的游斯群 韩国瑜的当选对台湾的国防改革有重大影响 因为他将主持控制预算和开支的立法机构的议程 国民党支持与中国加强联系 但也声援加强台湾的国防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六博士来自六度世界 为您带来一则新闻快报 首先 中国成功发射了九颗卫星 这是中国扩大商业航天领域的努力的一部分 吉隆三号火箭的成功发射 为商业航天任务铺平了道路 也为通信 遥感和导航卫星星座的建设提供了支持 此次发射展示了中国在商业发射领域的强大实力 也显示了中国火箭技术的发展 另一则新闻是关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由于住房过剩 中国目前有超过1.5亿人的多余住房 这导致了市场的竞争激烈和价格下跌 同时还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造成了影响 这对中国的经济和房地产市场都带来了挑战 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过剩库存 此外 中国超过一半的地方政府削减了2024年的增长目标 这反映了中国以后复苏不平衡的现实和国内需求疲软等不利因素 中国经济面临着长期的房地产低迷 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和国内需求疲软等问题 这对经济增长带来了挑战 在香港 豪华房地产业主转向昂贵的私人贷款 由于利率上升和经济复苏缓慢 开发商和富裕家庭开始寻求私人信贷市场的贷款 私人信贷借款人提供的贷款价值比商业银行更高 这使得他们成为借款人的有吸引力的资金来源 尽管利息成本更高 最后一则新闻是关于中国对墨西哥的投资 中国制造商一直在增加对墨西哥的投资 已规避美国的关税 但分析师警告称墨西哥也存在自身的风险 虽然中国对墨西哥的投资增加了 但墨西哥的投资环境存在一些问题 包括法治问题和未经培训的劳动力 这导致成本比中国更高 中国企业在墨西哥市场上仍然存在吸引力 因为墨西哥的中产阶级正在崛起 并且在北美市场享有优惠关税地位 总结来说 中国的商业航天领域正在不断发展 房地产市场面临着挑战 地方政府削减了增长目标 香港的豪华房地产业主转向私人贷款 中国对墨西哥的投资增加 这些新闻反映了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作为观察员 我们应该关注这些发展 并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的变化 那么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请随时提问和参与讨论 谢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